吻在唇上恐竹心 从此相守不分离 奈何一只案件想要他们的命 这天 珍珠独自在大兴寺祭拜父母 怎料两个深爱她的男人 一前一后也来到了此处 结果珍珠一出来 就被安庆旭质问 因为前两天礼出生日 珍珠亲手做了一双鞋送给她 而在当地习俗 鞋代表白头鞋老 女子做鞋送给男人 就是代表要托付终身 安庆旭得知此事后 她既生气又紧张 感觉就要真正失去珍珠了 于是大胆地要带珍珠走 遗憾的是 她再次被珍珠无情拒绝 当即珍珠 把李处就是太湖公子的真相 告诉了她 并坦言她的心里只有李处 从前是 现在也是 未来更是 让安庆旭不要再执名 还好这番话 刚好被角落里的李处听到 然而安庆旭并不死心 她不相信十多年的青梅竹马 竟比不上片刻温情的一见钟情 珍珠表示 感情并不是用时间来决定的 希望阿尔哥能找到 真正值得她爱的人 然后便决绝地离去 随后珍珠心事重重 漫无目的逛着庙会 谁料李处突然出现 吓得她不知所措 自从得知了珍珠的心意 李处说话的语气都变得柔和 她还悄悄买了珍珠喜欢的糖果 误会解开后 感觉整个空气都是甜的 谁料甜蜜没到两秒 就遇到面具人刺杀 幸亏珍珠眼疾手快 才让李处躲过一劫 见情形不妙 李处只能带着珍珠逃离 面具人也是穷追不舍 很快便把二人逼到了悬崖边 虽然李处武功盖世 奈何一人多敌 还要保护珍珠安全 结果一个躲避不及 双双坠落悬崖 索性两人都是主角 就算掉入悬崖 也会大难不死 醒来的李处 突然听到刺客的脚步声 当即便带着珍珠逃离 他们一路逃到一个小破屋 眼看天色已晚 两人打算先在此暂住一晚 为了躲避刺客 他们决定先换上 导演准备的平民衣服 可就在换衣服时 珍珠却害羞了起来 虽然二人成婚半年 但至今他们都还没远房了 皇宫里因为李处失踪 皇上急得像热锅上的马脸 然而李处却在小破屋 谈起了恋爱 这才是真正的二人世界 此刻珍珠终于向李处 坦白真相 声称他就是自己 苦苦寻觅的太湖公子 而自己立世要嫁的人也是他 你一直念念不忘 此时非他不嫁的男人 就是本王 看着珍珠娇羞的模样 李处感慨 原来他和珍珠的缘分早已注定 气氛既然烘托到这里 李处当然想要做点什么 就这样 他们的第一次远房 在这荒芜人烟的破屋里完成 隔天两人来到河边自治口 这惬意的二人世界 让东郎不愿回去 殊不知 炼具刺客已经找到了他们的破屋 就在这时 一只蜘蛛悄悄爬到了李处的身上 珍珠告诉他肩膀上有个蜘蛛 蜘蛛 快把我放在他 珍珠没想到 英灵神武的广平王 居然害怕小小的蜘蛛 惹得他笑不不停 李处觉得有点丢人 让珍珠帮他守住这个秘密 那好吧 那就算我跟东郎 有了第一个共同的秘密 看着这张我见游连的脸 李处忍不住又想亲一口 正在两人拟弄我弄时 怎料一只暗箭想让他们